oh f**k me f**k me 可以示範一下什麼是日式的教法 什麼是歐美的教法嗎 日式的教法是 美式的比較好自學 oh f**k me f**k me 美式就只是唸台詞而已啊 美式還是有一些慘教的 可是那個慘教就跟我剛剛學的那個 就是很誇張的 就很不誇張 就是會用力的吼叫 日式比較憑悶哼一點 想要現場聽一下悶哼的感覺 一句就好了拜託 悶哼 我答成悶啊 好開心喔 為什麼要在我沒有被幹的時候發出被幹的聲音 什麼樣的男生會讓你心動 有一種就是可愛弟 然後但是不要太弟 就是我發現對於那個 中學生還是沒什麼辦法 就是撞羞 可愛弟的撞羞 好像也不錯 可是那個太虛幻了 那個只有在二次元看得到 對就是不存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可是撞羞是要比你年紀大的撞羞 還是年紀小的 比我年紀小也可以 畢竟也32了 就是245就可以練成撞羞了 高的撞羞還是矮的撞羞 都可以 各有 各有好處 千秋 對對對 好處你講好處我就想要色 對 哈哈哈哈 是尺寸的好處嗎 嗯 手感 做的時候手可以摸到的位置不太一樣 跟兜魯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腰啊 或者是胸啊 那比較高的就比較難通到肩膀 哦 那比較矮的時候 就是要弄胸的時候比較方便 你了解性愛方面都好 科學好 就沒有情色感 真的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臉書按讚 YouTube訂閱 還有IG追蹤 如果幫我分享的話 也是很不錯的啦 謝謝你唷